各位戴英姊妹,早晨! 很高興在今天見到你們和你們一起聚會 在我們開始聚會的時候,我們先讀一段經文 在生命記第五章12至15節,我們一同讀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為聖日,六日要勞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神當守的安息日。 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瀑皮、牛、牢、生畜,並在你城裡寄居的客女,無論何功都不可作,使你的瀑皮可以和你一樣安息。 《你也要記熱念你在埃及地做過勞瀑,耶和華,你神用大能的手和生出來的傍秘,將你從那裡領出來。因此耶和華,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在這裡,生命記將安息日和出埃及的事件拉上。 我們看到在出埃及記裡,耶和華對法老說:「容我的百姓去好服侍我。」 以色列人曾經在埃及地做奴隸,但是今天神帶領他們出埃及,他們就轉而侍奉神。 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說,安息日是提醒他們,他們已經回歸屬於神了。 所以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我們六日勞瀑,很容易就是依靠我們自己的雙手, 勞瀑為了我們自己一切的需要,而不記得了我們侍奉的是誰。 所以今天我們聚集的時候,神其實是呼召我們,無論我們曾經是多麼勞瀑,為了是什麼。 但是今天神要告訴我們,我們侍奉的是耶和華。 所以今天我們一同去紀念,每一天我們侍奉的都是神。 讓我們一同唱一首詩歌。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求興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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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要求興奮你。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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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興奮你。 讓我們一同開始做個禱告。 親愛主,我們到你面前。 我們要注目在你身上。 我們要歸向你。 因為我們是屬於你。 所以我們現在要說,我們侍奉的是唯有你。 我們每一天都是屬於你。 當我們現在敬拜的時候,求你幫助我們。 我們的心是完全歸向你。 叫我們是完全傾倒。 是沒有保留的去侍奉你。 求你是越納我們的讚美。 我們這樣祷告是奉主耶穌名字而求。 Amen。 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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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归合著 盼望以後 默默 可不期待 心機而出 忘年紀念 沉迫看 力量全力 盛意手本全包圍 對到目的 如世情 沃沙奈 沃沙奈 再被智慧帶到後知 你永遠頒忠著願記 尤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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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 尊 明天高昏智 作用心跳 海面 拥知全智 真意圆满 靠岸天光 心中得到前逅 当心中在生 望你的面前我力量前逅 善意心半全破 违背但目凝 要世情 阿山啊 阿山啊 参与最伟大教主 你永贵真宗主元既 阿山啊 阿山啊 你要尽管这世离间 到这里终现狼狠 阿山啊 阿山啊 在面最伟大教主 你永贵真宗主元既 阿山啊 阿山啊 你要尽管这世离间 到这里终现狗狠 阿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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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又或我在放夜之中 赞助着生命 每个福气存在着你 该当赞助 终一刻因为紧张 我都可尝重 仿佛歌唱赞美因子 传归归于你 恢复歌唱赞美因子 传归众人都归于你 传歌山主人 或是在日晚前当初 或是顺利于世间侵 赞助着生命 传歌山主婚 或是路上冲满京畿 或是在日晚之中 或是在日晚之中 赞助着生命 每个福气存在着你 都当赞助 终一刻因为紧张 我都可尝重 仿佛歌唱赞美因子 传归归于你 传归各唱赞美因子 传归各唱赞美因子 传归众人都归于你 传归各产赞美因子 传归众人都归于你 传归 ف其所缓纸 我必先讲心诈 永恰真众贵年 你可守处双诈 你可守处双诈 我必先讲心诈 永恰真众贵年 你可守处双诈 你可守处双诈 我必先讲心诈 永恰真众贵年 众多赞主恩 在你双诈充满生计 亦是真众贵年 不信再重处姓名 你可守处双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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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守处秦 你可守处双诈 你可守处双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要成就神定主以单体与点 主的心意 听到我所有 共主心思根构 生命每方 全部每日温流 求听到我所有 仲甘在每月球 不断呈牵 才愈足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我都分水 与神面对面 今回后呼吸 也要成就神定主以单体与点 主的心意 听到我所有 共主心思根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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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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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Langley跟大家說聲早晨 我的名字叫Darwin Pechet 我是區會的其中一位助理會長 我有機會可以在法律認可書 和政策手冊上去工作 說許不是那麼多人喜歡做這些工作 但是我很感興趣 因為我知道我做的事可以很幫助牧者和執事 我可以將這些有關的資料給過他們 保護他們肩膊的重擔減輕 讓他們可以專心他們的工作 我做了基督徒也有45年 我對耶穌的愛是有憎無減的 我逼不及待有一天希望見到耶穌 更希望見到這個現實的另一邊 當信念成為了現實這個天堂的景況 我希望這件事很快發生 而我對耶穌基督教會的討告就是 希望每一個都有同樣的感受 就是逼不及待可以見到耶穌 希望可以很快地回到家 我在小時候 我父母在夏天每一個週末 帶我和我妹妹上車 去我祖母的家 我差不多每一個阿叔和每一個阿姨 他們每一個都是騎馬的 所以在小時候 每一個夏天的週末 我都有很多騎馬的機會 而這件事是我最嚮往的活動 令到我很開心 而在騎馬最令我開心的事 不是隻馬出發的時候 而是他回家的時候 我不是說坐車回家 而是隻馬回家的時候 他的速度會比平時快一倍 可能那時我還是很小 但覺得他們回家的速度真的很快 原因是他們這麼毫無保留的向前走 也是我今天講到的標題 他們為什麼這麼想回家 原因是因為他想見到家裡的人 其實馬匹是一種很群體的動物 他們喜歡和其他的馬匹一起 一起吃東西 一起一個在安全 以及受到保護的環境生活 當他們在一條賽道跑的時候 雖然他們不是要回家 但是他仍然跑得這麼快 原因是因為他喜愛 他們坐上去上面的主人 所以我今天同樣的 他為了教會 讓我們對我們屬靈的天家 我們的主人有一份的愛 驅使我們 毫無的保留向前走 當我們講話在這個疫情的裏面 要怎樣的摸索 向前走的時候 有很多的轉變 有很多在我們身邊的 有些事情不斷的變化 這個世界去嘗試應付這些改變 或者我們的反應 我們怎樣預備每一天的生活 例如我們在超級市場排隊 無論是我們的討告都不斷的改變 我們看到這個充滿改變的季節 在這個疫情的裏面 我們覺得這個敵人 是來偷取、殺害、毀壞的一樣 但有些人覺得只不過一個很普通的病毒而已 但無論是怎樣 我只是知道一樣東西 神是要作挽回的工作 要將一些不好的東西轉為一些好的事 我相信神是要在這一刻去呼召教會 去挺身 去作為一個不同不一樣的教會 祂去嘗試尋找好像馬利亞一樣的教會 不是歡呼馬利亞這種 是我們處於這個教會太久了 我們不可以只是坐下觀望 或者很著重募導者感受的教會 希望我不會太冒犯祂 使祂們下次不會來 其實我們知道這些方法是無效的 將來亦無效 而相信神是要呼召教會成為一種與別不同 是能夠帶出顯示的教會 帶出耶穌和顯示給世界看耶穌是哪一位 我們千禧的這一代 他們不太理會究竟我們以前的做法是怎樣 他們只想見到真實的事 他們想見到耶穌是哪一個 祂是怎樣改變我們的生命 這是他們的渴求 他們想見到耶穌是怎樣 這是他們的宗教 而不是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只是坐下做一些我們喜歡做的事 其實其他人想做些什麼其實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不想見到這些事 所以我今天的討告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劃清界線 我們再不做以往沒有果效的工作 我們將我們的車 再從我們的修理廠推出來 抹好它 再一次神呼召我們這個賽道裡面 再次的高速奔馳 我相信神是呼召我們成為一個像馬利亞這種的教會 那其實是一種什麼的教會呢 我們看看馬太福音第26章6-13節 大家請聽我讀出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讓我們能夠看得見 神在今天呼召我們要做些什麼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的西門家女 大家留意西門是有個別號的 是叫做長大麻風 大家要記得 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油籠 其實在馬赫福音第14章也有說到同樣的故事 當耶穌躍在桌子旁邊的時候 馬地亞就拿起一個很名貴的香膏 這些香膏的物料是由喜馬拉雅山 一些叫做真拿達是所提煉出來的 那馬利亞就將這些油倒在耶穌的頭 約翰形容這些香膏 由頭濕到耶穌的腳 當時的門徒看到這樣的情況 是感到很氣憤 其中有一個門徒甚至乎是 吐不了氣很震驚地說 是不是說笑竟然會做出一些這樣的事 而約翰就將焦點放在猶大 當時猶大的反應是非常之憤怒 而約翰的形容甚至乎是 開過了馬赫之前所描述的 當這個故事繼續說下去的時候 這班很氣憤的門徒就說 為什麼這麼浪費呢? 可能猶大都很想他們會這樣說的 其實這些高油可以賣出去用一個很高的價錢 跟著這些錢抽濟窮人不是更重要嗎? 當耶穌了解到他們這樣想的時候 然後耶穌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攔阻這個婦人呢? 祂在我身上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你們經常都會見到窮人 但是你們不是經常都跟我一起 祂把這些香膏灑在我的身上 其實是為著我的埋葬 所以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無論這個福音傳到哪裡 說到耶穌的死 被埋葬復活的故事要傳遍這個世界 同樣 祂所作的事都要被紀念 這個婦女 她明白了一些事情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她看到復活將要來呢? 還是神是跟她說了一些事情? 她明白到耶穌是要死 耶穌要被埋葬 她願意為耶穌擺上一切 毫無保留 那究竟這個長大麻蜂的西門是誰? 她是其中一個被耶穌醫治的人 在過去這三年 耶穌醫治了數以千人 她可能很想為耶穌 搞一個多謝的聚會 很感激她為我所做的 而我相信有很多人 都有這樣的心想為耶穌 搞我這樣的聚會 當耶穌在這個地方出現的時候 西門就為耶穌預備了這個聚會 那這個婦人為何要做這些事呢? 在馬太和馬可福音 他們的描述是非常相似 而在約翰福音 就比我們看到更多的東西 在馬太和馬可 她描述他們在西門的家裡 這個長大麻蜂的西門 而在約翰福音就說 這件事發生在馬里亞、馬大、拉薩路所住的地方 毫無疑問 他們與西門的關係是非常密切 而有很大的可能 西門就是他們的爸爸 如果不是的話 最少限度 他們是非常好的朋友 甚至乎是最好的朋友 他們是很認識西門 而馬里亞就是那個婦人 將香膏倒在耶穌身上 因為西門得到醫治 而在六個禮拜前 馬里亞去見耶穌 說如果你能夠早點見到我弟弟 他就得到醫治 耶穌與馬里亞說 你不需要擔心 因為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在拉薩路死了四天之後 耶穌將拉薩路復活過來 而他親眼見到他弟弟 在墳墓裡出來的時候 他歡喜若狂 因為他這個經歷 他願意為耶穌擺上一切 不願意有任何的保留 我們再看看經文 第十節下半部 耶穌說 為什麼難為這女人 他為我作了一件美事 這個完全是敬拜 在那天馬里亞 將所有的敬拜 獻給耶穌 在這個故事 我們一樣看到的就是 他願意為耶穌獻上一切 耶穌是很奇妙 很偉大 祂是阿拉法 祂是俄梅加 祂是首先的 祂是末後 我很想說關於祂的一切 很感謝祂為我所做的事 在這個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敬拜 不是在乎有什麼風格 或者節奏 或者是哪一年寫這首歌 祂的歌詞是怎樣 或者我們敬拜有沒有燈光 有沒有煙霧出 或者我們喜不喜歡這首歌 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就是耶穌喜不喜歡 這個就是敬拜 敬拜就是關乎耶穌 不關乎我們自己 而我們在這個時候要劃清界線 而我們說從現在開始 我們敬拜只是著重耶穌 不關乎我們自己 我們要回轉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方式 我要用耶穌要求我的方式 去敬拜祂 去釋放我們的情感 去跟神說我愛你 我知道你在我生命裏面 作了很多奇妙的事 由於祂是這位和祂所作的事 所以我們第一天做基督徒 就可以經歷到耶穌 無論你是兩歲 跟你父母一起 躲在床邊 或者你是32歲 62歲也好 無論什麼年紀也好 你都可以經歷到主耶穌 我對你的挑戰就是當你去敬拜的時候 圍著祂的是誰 祂所作的 我們都毫無保留獻上 我們圍著我們的主人 無論我們在疫情中間 或者疫情過後 我們都是毫無保留 這個就是耶穌所想的 當我們敬拜的時候 我們要為祂建上一切 我們不需要理會外面的戰爭 現在我們就為著耶穌打開我們的心靈 在約翰福音第四章 耶穌說 時後將到如今就是 我就是這樣為你們的討告 就是現在就是這一刻 就是我們 而時後將到如今就是 那真正敬拜父的 神是個靈 所以拜祂的 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祂 天父就是尋找這些人去敬拜祂 而不是尋找我們以往的敬拜方式 就是用這種方式我們由現在開始敬拜 在歷代至上 有一次的經文 要將耶穌華的命 所當得的榮耀歸給祂 這就是我們所侍奉的神 我亦第一件事看到就是 在那天 瑪利亞不僅願意獻上祂的敬拜 她亦願意獻上祂的服侍 去為耶穌在那一刻獻上祂的服侍 我來看《馬太福音》第26章12節下半部 是為我所安葬做的 祂願意為耶穌去預備祂的安葬 祂願意蓄起祂的三袖 祂為耶穌做事 耶穌在那個時候 其實想說當時聚集的人 我個人願意為耶穌去做事 是唯有瑪利亞願意 那瑪大呢? 當時瑪大如果記得她在廚房裏面 去為大家預備食物 而瑪利亞呢? 就是坐在耶穌的腳前去聽主的教訓 瑪大她做一些事情 她認為是適合的 今次瑪大再不投訴了 她將她自己完全獻上 留意瑪利亞和瑪大 今次她在聖殿的以外 不在聖殿裏面 她們完全地去談到 她們在外面 可以這樣說 我們不再是一些叫人來看耶穌 而是我們出去 我們將耶穌顯示給人看 耶穌這樣說 在下一日 耶穌就和門徒使徒一起吃晚飯 祂拿起一塊布 祂就說 我要用這樣的方法 從現在開始去建立教會 我們盡我們的所能 去服侍每一個 在一個這麼黑暗的世界裡面 成為光芒 我們願意盡我們的所能 讓我們的光芒去發亮 如果我們看到我們的鄰舍 可以免費地幫她剪草 或者如果你看到 她的尼巴是需要修理的話 你可以免費地幫她修理 如果你知道你的鄰居 是在處於一個困難的時間 你可以放下一些東西在門前 例如預備一份豐富的晚餐 有牛扒有龍蝦放在她的門前 然後看看耶穌如何捉摸他們的生命 或許有夫婦想出去約會 但是他們需要人去看看他們的小孩 你可以敲門告訴他們 你們出去吧 我可以免費地幫你看小朋友 你們有個好的晚上吧 耶穌說這一個願意去做在他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而這一個就是耶穌呼召我們的事工 耶穌亦這樣說 我們現在就要出去在眾人的面前作見證 但這件事很多時候令到我們很害怕 很多基督徒都很緊張 我們是否一定要成為一個偉大的辯論家 有所有答案 我們是否要成為一個 辯護學家 專業的傳福音的人 去怎樣的扭轉些人對耶穌的看法 其實這些都不是 試想一下在一個意外的裏面 有警察敲門問你 你是不是其中一個見證人 你只需要說你看到些什麼 你看到些什麼 你感受些什麼 你當時找到些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知道的 這些就是見證人 你看到些什麼 你經歷到些什麼 耶穌就是想我們出去 告訴別人 上星期日你見到些什麼 你感受到些什麼 當你早上去聆修的時候 你的感受是些什麼 當你打開聖經的時候 你找到些什麼 這些就是他們所見到 這些就是他們所聽到 其實可能你們不知道 其實加拿大人 對耶穌其實不了解 他們對耶穌沒有一個概念 他們不知道你所認識的 或者我所認識的耶穌 他們不知道耶穌多麼愛他們 他們的心靈是破碎 比以前的日子更甚 有些人失去了所愛的人 有些人失去了所愛的人 裡面是傷痛感到空虛 他們需要知道 你所認識的耶穌 有多麼愛他們 你的感受你所經歷 正如在世道行轉的時候 當時不是一個 以基督教為主的國家 他們對耶穌是沒有概念 他們從零開始 他們作見證 告訴這個世界 他們所見到 所感受 所找到的 正如好像馬里亞和馬大 那樣 他們做耶穌要他們做的事 不過不在教會 是在教會以外去做 我們不可以停止 因為耶穌為我們所作的事很多 在那天 馬里亞將她所有的奉獻 所有的敬拜 還有第三樣 就是她所有的金錢 她願意為她的敬拜 侍奉 去打開她的錢包 她為耶穌打開 再看經文第十二節上半部 她將這香膏囂在 我想像當時的人 會說 不要啊 不要用這個香膏 這個拿達香膏實在太名貴了 不如拿第二瓶吧 你拿一些便宜一點的就行了 不需要用這麼貴 接著我們繼續看下去 就是說 原來這個香膏 是值一年的人工這麼多錢 所以是非常之名貴 大家要留意到 馬大、拉薩路和西門 都在同一間房間 他們見到一個這麼名貴的香膏 他們沒有反對 他說 繼續把這些香膏 放在奉獻給耶穌 對於猶大來說 這些是不合理的事情 但其實有什麼不合理呢? 就是我們的名字能夠寫起 這個羔羊的生命賊 其實都不合理的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死 都是不合理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 其實都是不合理 神是願意把耶穌基督 他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都是不合理 要付出、要施語的 都是不合理 但我們收藏的 對於我們來說是合理 但是馬里亞見到一個時機 這個時機是關乎將來的收割 他很愛他的主人 他見到耶穌將來會做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在聖經講這件這麼重要的事 就是他為我們死 好希望我們能夠終有一天 在天堂行這條黃金街 有一天 和神永永遠遠在一起 這是關乎天國的莊家 馬里亞願意獻上他的金錢 因為他見到這個將來的莊家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這樣說 我也甘心樂意為你們的靈魂 費上費財費力 這個是否你怎麼看金錢呢 我願意去付出一切 好使人們能夠認識到耶穌 無論對於我來說要付上多少也好 在《生命記》第十五章摩西說 你總要吸他 吸他的時候心裡不可受煩 因耶穌說你的神必在你這一切所行的事 令你手裡所辦的事上似福於你 這個正正是跟我們今天的想法相反 我們覺得當我付錢 我會不會再次再看見 那是那麽少數 他說不不不不不 你付錢 或者你會覺得當這些錢奉獻了的時候 我會見不回這些錢 我只會越來越少 但是神說 如果你願意為著天國的莊架 去打開你的銀包的時候 你看看我怎樣去祝福你 怎樣去照顧你 或者不是這些錢會元銀奉還給你 但是可能你穿的鞋會用得長些 或者你用的暖籠是用得長些 或者你完全不知道我怎樣去祝福你 直至到你回天家為止 神說如果你願意為著我的莊架去付上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用的東西用得長些 還有的金錢是不斷地供給你 這些就是我怎樣祝福你 怎樣的照顧你 對於馬利亞來說 他不單是獻上他的敬拜 他的事奉和金錢之外 他亦獻上他的純福 這個不是容易聽的字 因為在今天的文化 不是那麼接受純福的 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字 我也不喜歡這個字 這個純福這個字 和我們個人的本質 好像背道而馳一樣 但是生命不是關乎我們 生命所有東西都關乎耶穌 是祂所需要的 祂所想的 我都願意去做 在第十二節 他馬利亞將者香膏囂在我耶穌身上示威我安葬祖的 如果我去到這個廚櫃裡面打開門的時候 我會看一下不是這個 都不是這個 我會有很多猶疑 但是馬利亞一點都不猶疑就選了這個香膏 但是在在座當中沒有人去投訴 不是這個那麼小的 要選這個那麼大的 無論神你所想要我獻上的話 我會為我的耶穌獻上 其實馬利亞不是一定要去做 但是她想為耶穌做 其實我們通常一定要聽耶穌 但是我們願不願意為著耶穌想我們做的事去順復呢? 馬利亞在她心靈裡面有聖靈的催促 而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都有經歷過聖靈的催促 而我很多時候都沒有順復到這個催促的聲音 所以我今天對教會的挑戰就是 我們不再一樣 我們這次毫無保留地去順復 這裡有兩次的經文我想讀給大家聽 耶穌在馬太福音第七章說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到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義的人才能進去 有多人幫他們過了這個終點線的時候 看到主說 主啊我不是為你說語言嗎? 我不是在教會嗎? 主耶穌你看不到我嗎? 我在那裡的 我奉你的名去說語言 趕鬼 我自己都沒有做過這些事情 奉你的名去行神職 這些都是很大有能力的基督徒 但耶穌說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在那裡耶穌不是說不認識他們 因為神知道一切 當我們在沒有腹被造的時候 祂就認識我們 神知道每一個 但是他們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耶穌叫他們所做的事 他們沒有跟隨到 所以耶穌說了以下很可怕的事就是 祂說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保羅對高林多人這樣說 我卻不以聖命為念 也不看為寶貴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即時 現在我們用這些時間去思想 我們低頭 我們現在就要完結 我們用現在的時間一起的提讀 好 在這個疫情的中或者後的時間 我這個世界是充滿變化和不同 我知道神是要呼召我們成為一間不同的教會 讓我帶領大家的討告 天父 很感謝你的話語 你的話語永遠常傳和真實 你永遠不離開我們 你永遠不離開我們 你的應許是士和阿門得到主你的保證 如果我們未越過這個終點線 看到你面對面之先 在這個末後的日子 你用你的話語呼召我們成為一間不同的教會 你現在就呼召我們成為一間不同的教會 主下我為了每一間教會 每一個聽的基督徒 不僅是我們地區的教會 而是全世界 未來會有改變一個新的季節 讓我們將我們滿了塵的車 推出來在這個公路的奔馳 讓我們藉著主你的呼召 我們做主你的公 讓我們毫無保留的去敬拜主你 讓我們毫無保留的去侍奉 毫無保留的去慷慨的施語 更重要的我們毫無保留的是 聽主你的吩咐去順復你 神啊你呼召我們 鼓勵我們 牽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挺身成為教會 成為主你在這個季節呼召我們 主啊 求主你喚醒教會的領袖 喚醒在教會坐牆椅的人 喚醒在家裏做事的基督徒 讓我們挺身成為在這個末世的時候的基督的軍隊 讓我們接收主你給我們的莊家 讓他們知道主你是誰 多謝主你的呼召 多謝你的話語 我將這些教會 和今天聽到訊息的人 交在主你的手裡面 奉主耶穌基督聖命求 咱們 多謝你的參與 在接下來這個禮拜 願主慈福你 多謝Darwin牧師答給我們的訊息 多謝黃有為大興為我們翻譯 有幾個報告請大家留意 是關於會員大會的 我們的會員聯會會 在今天下午2點正舉行 所有的會員 請你們在1點半至2點之間 進入會員大會裡 你必須要在2點前進入 就像我們實體聚會 必須要在2點前進入 Zoom Link 如果你是未收到的話 就請你和任何一位執事聯絡 這個Zoom Link 是從電郵或者WhatsApp發給你的 和主日崇拜這個不同 請你們查一查 而在會員聯會上 我們會有執事選舉 執事選舉 亦會是從電郵和電郵進行 如果你是不會用電郵的話 也請你立即和我聯絡 我和你解釋一下 但希望如果你們可以用電郵的話 也盡量用電郵去投票 是唯有完全不會用電郵的會員 我們會和你另作安排 所以今天的會員聯會 在網上進行 我們也是第一次 希望神系保守徵高的過程 請弟兄姊妹 也為會員大會裡吐告 另外 有另一個報告 就是我們有一個新的會員 就是Gary Choi 蔡永佳的弟兄 因為我們之前有些失誤 所以延遲了批准他的會員資格 現在已經批准了他的會員資格 所以一會兒也會看到他出現 大家都歡迎你,Gary 好,讓我們做一個討告結束 好,讓我們做一個討告結束 你就會將你要成就的事 藉著我們一同實現 主要求主你與我們教會同在 我們今天下午有ACPM 求主你保守一切的程序 也叫我們順利進行 求你讓我們選出合理心意的執事 繼續為教會去服侍 這個社區和服侍你 我們這樣祝福主耶 蘇明志而求 Amen 好,我們一會兒 拜拜之後 也可以留下聊聊天 下星期再見 拜拜